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F4任務 大家應該會破到這個程度 很努力 目前應該到22等了 22等的時候應該會給你 你會拿到武器圖紙 可以讓你去敲武器 在更早之前 他應該有給這個 但是我故意不先開 想要拍影片一起講 我們先把他打開 打開他會取決於現在手上拿的武器 給你對應的裝備 因為我現在拿的是中甲武器 所以給中甲的裝備 我們就給他穿起來 一個重點 這遊戲的裝備很簡單 他有裝備系統 可是遊戲的裝備很單純 中甲呢 就是穿 幫我記一下 輕甲 輕甲 穿的是木光系列 木光胸甲 中甲算是可血胸甲 五位 中甲算是五位系列 所以要怎麼記呢 叫做 木可位 那要怎麼記 那要怎麼記這個甲 這一開始新手記起來很麻煩 我自己的技巧是這樣 遠程內的幾乎都是輕甲 輕甲就一個近戰就是雙刀 反正就是遠程內 短攻長攻跟雙刀是輕甲 然後 武器很長的 只要武器是很長的那種 都是中甲 像戰矛啊 長槍啊 太刀啊 然後他唯一的遠程就是火衝 但火衝也很長啊對不對 所以武器很長的都是中甲 OK 那中甲呢 要怎麼記 很簡單 武器很短的都是中甲 像刀盾啊 劍盾啊 錘子啊 他唯一長的只有戰斧啊 反正就是 所有的近戰 中甲所有都是 近戰類的 就可以這樣去記 好那其他裝備要不要穿 都不用 就是看他就好 這都不用 這都不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故意把他分類出來 這些都是等著 這些都是要去分解的 這些你都不要去穿他 拜託的都不要去穿 好 那我們來敲裝備喔 這裝備要如何取得呢 一個是購買 找 這遊戲人PC分兩種 一個是鐵匠 一個是火劑 那火劑是專門賣東西的 那鐵匠是專門打東西的 那我們可以先找火劑 武器貨架 這些東西呢要買嗎 通通都不要買 這些都不要買 不要理他 會假貨架呢 這些東西要買嗎 也通通都不要買 OK 那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 敲裝備這件事情 所以唯一可以拿到你要的裝備 我們剛剛已經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我剛剛講那些裝備是買不到的 你只能用一種方式取得 就打他 OK 那我們就是來打一次裝備 好 那打裝備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的話 是我們的 我是玩太刀嘛 所以我們就打太刀 好 所有材料都在這邊 那如果不信 材料不夠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點這邊 直接去買人家玩家賣的東西 像這個就很便宜耶 820塊 這個如果現在有錢 我就少少下來 OK 那銀幣的幣子呢 剛剛 主播我有問一下我的觀眾 現在銀幣的幣子是台幣1塊錢 可以換1000銀幣 所以 我要講的是說 裝備不要亂敲 對 他是 有他的成本在的 好 那就所有的材料裡面 先跟大家講一下 拿兩個 這兩個材料 這個是最貴的 亮銀粉 非常的貴 而且很重要 然後再來最缺的話 就是零七格 那這東西最不缺 所以這東西 你最不用去煩惱跟擔心 但這兩個你會最缺 這兩個會最缺 好 來 讓我們來打一下太刀 直接給他打起來啊 直接給他打起來啊 好 來 可以看到喔 我們武器很多新手會問說 欸 請問一下他怎麼打到紫色的裝備 黃色的裝備 我只能講一句話啦 運氣啊 就是運氣而已 好 所以我們再給他敲一把 就出紫色的 OK 然後你看運氣不錯 就出紫色的 好 那就問題就來啦 我們剛剛示範了兩把 你會發現每次打都會有額外屬性 有沒有看到 皆さん OK 那我們你 這就是這遊戲 敲裝備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每次架的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去觀察跟關心 你這個武器他強勢 你想要做的是怎樣的事情 好 好 那這邊我之後再額外再拍部影片 講那個屬性那個 切割穿刺跟盾擊之間的差異 好 那這個影片著重在講裝備齁 所以就這樣 所以你就一直敲 敲到你要武器為止 那顏色重不重要 他重要 他會直接影響到你 最最初的 基本的性質 我們一樣 我們看 各位同學看第一行 穿4破甲 藍色的話就是1174 然後紫色的話你看就變成1186 那他更上去的話就看你的運氣 有沒有敲到他額外加的屬性 就是灰製的地方 所以但是 一定要硬敲出金色嗎 不用 我覺得敲裝備就是敲到 額外的地方 就是灰製的地方 敲到你要的部位 然後數值到你覺得OK 這樣就夠了 你不要一直敲到說要花很多錢 一定要敲到金色裝備 不用這麼辛苦 好不好 那他們就裝備 OK 好 那敲裝備 再來一個重點 這遊戲的有一個 蠻血尿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武器的第四行 要跟耐久度 有沒有看到各位同學 這武器是用耐久度的 所以拿出去一直砍啊 砍東西砍東西 武器會掉耐久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一個 裝備的狀態叫崭新武俠 他會隨著你的耐久度越低 他的狀態會更新 然後一直到可能耐久度 剩下50以下 還是多少以下的時候 這武器就不能用囉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時候就要來講重鑄 假如你見證不信的武器 被你被你就是 砍瓜切菜到不行了 那我們可以找這個火技 就是這 這個MPC唯一存在的價值 跟他存在的目的 不然他沒有 他不重要了 就是點他 然後重鑄 那重鑄的過程裡面 他的材料跟 打一件裝備一模模一樣樣 唷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 刷新他忍耐久度 但是來示範一次喔 重鑄還有一個另外的效果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給他重鑄完之後 你會發現 他的屬性會變 等級也會變 你就問啊 那怎麼辦 難道我重鑄完之後 就是 都是這樣嗎 狀況越來越差嗎 放心 你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保留 或是選擇你新的這一把 OK 那我們通常都是保留 那如果你運氣好 效果更好的 那就是恭喜你 那你就選更好的 好 好 裝備就這樣 然後 再來 可能同學就問啊 那不好意思喔 請問材料如何取得 來 材料取得有三種途徑 我們先講最簡單的 我們找個MPC 他叫做道具商人 這裡 找他 找到道具商人呢 這邊很 很建議齁 就是 這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會 會 更新一次 就是每個禮拜會固定 可以給你買 30個亮影粉 60個柳丁 然後 60個練文鋼 然後60個07個 OK 好不好 就這樣 這是第一個途徑 那第二個途徑就是直接 第二個途徑就是直接 用買的 不好意思 我去找一下鐵匠 剛剛我在示範 那個亮影粉那個地方 就是直接去跟玩家買 這是第二個途徑 那第三個途徑 也是 新手玩家 我會比較建議的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 道具的分解 但是我們不是分解 打到的武器喔 像這樣 我們可以如果去洗 那些材料出來 我們先去找坐騎商人 哇這部影片相對久 已經8分半了 糟糕 龍池最智太多 好我速度加快喔 坐騎商店 不是你 呵呵 像這樣喔 馬具商店 然後 我們先買 我們先買便宜的 像這樣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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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喔就簡單示範 OK 那買完之後去找鐵匠 然後一樣做分解 得到相對應的材料 OK 很簡單 這是第三種 最主要的途徑 OK 好 所以如果 大家真的很想要趕快打 就是做出裝備的話 就是每個禮拜一定要固定去找到巨商人買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好好的洗 用這個把巨商人去去搞 呃 去拆到你要的裝備 好 然後拆這個有個技巧 就是額外再最後補充 就是你可以看嘛 我們 我們拆這個東西 最需要的材料是什麼 就是亮影粉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 敲出亮影粉 那我自己在敲這種東西的 呃 經驗法則是這樣子 我會先找他互動 裝備分解 那我會就全 全上 然後我會看到 敲到第三件 如果還沒出亮影粉 我就會取消 三件之前如果出亮影粉 欸可以 那我就繼續給他敲完 這樣會高機率 就是後續會出至少 一個以上的亮影粉 欸卡BUG嗎 喔這樣我也要敲完 好 那再示範一次 1234 那如果今天 所信都沒有出的話 像這樣 啊沒出 沒出 沒出 喔第三件 沒出啊 我就取消掉 我就這樣這樣取消掉 不要再敲了 然後再繼續 再一樣 裝備分解 喔再這樣敲 好 這是主要的三種途徑 OK嗎 好 這是 呃 裝備的部分 好 好 好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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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